大家好 今天是5月25號 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今天中央已經宣布 第三階段的這個應變 已經要延到 從5月28要延到6月14 所以意味著大家還要再過 两三个礼拜的这样的生活 但是疫情并没有控制下来 所以我们要更小心 那正是因为疫情还在燃烧中 所以我们现在中央有一些新的规范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每天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那一定会发生很多 就是大家每天在关心的事 为什么还有确诊者在家 那尤其双北市 这个量能 我每一天都有一百多个确诊者的新的名单会进来 昨天又会有一百多个还没有移出去 那我每天开防疫专责旅馆的防数 大概只能开到150 顶多到200 可是我每天还有快筛站的确诊 快筛阳性的进来 所以其实我有三种状况 但我有很多东西出不去 那现在因为量能的关系 的确是会造成一些确诊者在家 那今天中央呢 因为他鼓励我们设置快筛站来快筛 可是快筛完了阳性 目前到今天为止 以前台北市政府都是用专责防疫丸玩来收 但是的确量能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的后勤的确是有开放上的困难 所以中央今天也做了一个新的规范 那简单讲给大家听 也就是在今天以后 各位的生活要更注意 因为很多快筛阳性的他接下去的状况就是回家 今天中央的规定是说 只要我们的快筛结果 他是阳性的话 如果他没有住院的需求 而且他的环境 家里的环境是可以一人一室 那就会让他在家里居家隔离 也就是说会跟现在的居家隔离人一样 在家里居家隔离 然后开一个居家隔离的通知书 然后同时给他框一个电子为例 这就意味着将来有很多确诊者 他只要没有什么症状 他就会被框在家里居家隔离 那跟现在的制度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第二个如果他有症状的话 就会往医院这个方向送 因为他们都是确诊者 这两个路都不会直接到我的集中检疫所 所以将来的集中检疫所要收治这些部分 集中检疫所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会尽量地收 但是因为太多人是完全无症状的 他将来就会回到社区 也就是大家要能够理解 确诊者在家这件事情 可能会变成常态 也是我们大家在社区里面 社区防御要注意的事 也就是你要设想 你的旁边可能随时都有阳性确诊者 那可能在你的社区 也可能在你的家附近 只要他的环境是符合规定的话 中央目前是同意他们在家里居家隔离的 今天我们也收集了几个网友的提问 因为最近大家有很多的问题 下次有网友问到说 现在因为不能接触也不能外出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是否有提供通讯诊疗的服务 那在防疫专责旅馆里面 是否也有医疗人员进驻 我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有病还是要到医院去 那有一些诊是可以用视讯通讯的医疗 像我们跟我们协助马祖 我们每天就是动通讯医疗 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也有一些诊别 它是有做通讯医疗 但是有一些必须要看到病人才能 就有一些慢性病的 可能问问你的状况 他就可以开厨房间的 那有一些是可能要看到病人 如果你是皮肤科 这也很难做到这所谓的通讯医疗 眼科 牙科 这个大家都做不到 所以还是看到它的整别 那我们的专责防疫旅馆里面 一定是有医护进驻 那我们的医护人员 包括这几天 大家看到说 为什么防疫旅馆开得这么慢 就是因为医护人员不足 其实我有旅馆 有房屋人员 但是我没有医护人员 他房间全部都给我 我也没有办法开 我们现在招募的大概 目前已经面试了两百多位 现在正在上课 等他上完课受完讯 大概明后天 我才能够安排到一间一间 我们找到的防疫旅馆 让他进去之后 这个地方才可以收住 相关的后送的民众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办法那么快 但是就是正是因为 在专责防疫旅馆要非常的严谨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得最好的准备 才能开放 让民众进来的受阻 台北市征召了很多退休的医护人员 对于这些护国天使 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 这些在这个时候 愿意站出来的退休的医护人员 我们真的很谢谢他们 有些不是退休 有些是转业了 有些非常年轻 那我们这一次 大家会说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 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因为去年的安心检疫所开始 那当时是我们认为说 这是一个居家检疫的地方 所以它的标准比较低 那现在是比较高规格 所以我们会帮大家 第一当然会头牢健保 第二个我们还会提供中南部 如果上来的话有住宿的需求 我们会在那个防疫旅馆 跟留下几间房间 让这些需要住在里面的 这个医护同仁 然后让他们去住 所以像我们昨天去谈 就是我们会保留一些 是让我们自己医护同仁住的 第三个 如果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地方住 我们就会用我们的 所谓的警校医护加油站 警校医护加油站 是台北市政府 在去年一整年都在支应 我们只要警校医护 让他认为他有需要 他不想回家 因为他身上 他担心有一些状况 所以他去住 他所有的住宿费用 就是由台北市政府来支付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的警校医护 都有去住过警校医护加油站 那最重要是 我们今天争取到中国人寿 帮他们 在我们新设的这些 因为的确这是一个 完全全新的状态 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中国人寿今天帮 所有的新家的防疫旅馆 让他们的员工 跟我们进驻的医护人员 他们会帮他们保团保 甚至会能够协助他们 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还会再做加码 外送人员也很辛苦 会不会有提供 外送人员休息的地方 现在的外送员 因为他们现在是台北 应该说台北最重要的 资源系统 所以大家说 他只要拿下口罩 就会被罚 今天我们也跟市长 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说 如果在户外 你真的要停下来喝口水 然后你旁边 一天八公尺都没有人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那么严格的 我们重点是希望大家防护 不是以处罚为目的 所以当然如果你停下来 旁边很远的地方都没有人 你停下来喝口水 吃个便当 在路边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 有些地方 可能有些民众会特别紧张 那我们的员警 我们也会跟他说 合理的处罚 劝导 但是如果说真的他 在吃东西 吃完东西就立刻带起来 这个也没有必要 马上就做处分了 最后一提是 如果有确诊者在家 单独在家的话 他的三餐生计该怎么办 或者是隔离者的独居家人 该怎么协助处理 如果是独居的 独居的被隔离的人 他我们健康服务中心 会协助送餐的服务 也就是他如果是独居都没有家人 一般人都是家人会送餐 那独居的本身 他有没有做相关的列馆的话 我们就会帮他协调 其实很多人都很有爱心 都在帮这个送餐 那但是现在有很多是那种 这个人他因为坏下养性 被我们接走了 那他的独居家人呢 我们现在是社会局会直接接手 因为他可能不一定是 他可能是接触者 他接下来就要居家隔离 我们直接接手有一些未成年的 或一些老人家 那这些都 然后某些急难 需要急难救助的 这个会因为他的确诊 而他受影响的状况 我们这边会去协助 甚至还有包括他的宠物 我们会立刻接手 好 加油 加油 这个结合好奇怪